今天站在這裡我真的很感慨 已經經過了24年 竟然這樣的一個案子 竟然到現在還沒有受到平反 我們還是號稱中華民國 還號稱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華人世界裡面最講究民主法治的國家 禁師禮 這個是過去我們師徒相傳 本來就是我們傳統文化 因為我們的武術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 五千年的文化 師徒相傳一直以來 就是我們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象徵 所有的傳統我們都是對師父要恭恭敬敬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我們文化的一環 民國六十幾年 六十四年的時候 就有跟政府開過會決定我們的國術文化 當時政府是訂定這個國術體育文化 是我們的民族體育 那時候是不瞌睡的 本來就是不瞌睡 到了民國八十幾年 因為時代在變 八十幾年 八十四年有再開過一次會 當時討論了 經過各部會討論以後 還是決定不瞌睡 但是沒有想到今天怎麼會突然用這個明目 來給大家瞌睡 這個我搞不懂 所以這個實在二十四年來 這真的跟剛剛大家所說的 這是一個不公不義的冤案假案 所以我們也在這邊堅持了這麼久 練武之人講究的就是一個打抱不平 正義 堅持正義 堅持公理 這就是我們武術界的精神 而且我們武術界還有個特色 就是為了公平正義 是不達目的 是絕不終止 那現在我們要緊急的呼籲我們的政府 因為政府最近也 這個月也成立了人權委員會 小英政府一直是標榜 它是我們建設的台灣 是亞洲最民主最自由的華人國家 同時也一直堅持說 轉型正義跟人權 堅持人權 還特別設了人權委員會 既然這個月設了人權委員會 我覺得你要讓大家看到你重視人權 那我們這個案子就是一個指標性的案子 如果你的委員會能夠這個月 把我們這個案子拼盤 這個人權委員會才有掛牌的意義 所以我再次再次呼籲政府 要聽到人民的聲音 聽到我們的聲音 盡快幫我們拼盤這個24年的冤案 讓我們台灣真正能夠 昂首擴步告訴全世界 我們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停止違法拍賣 撤銷不公不義的違法稅單 好不好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